Hello,大家好,我是花花,今天我们来讲的是1145题Binary Tree Coloring Game 那么这个题目描述其实非常复杂,但是你想清楚利用这个书的性质之后 那么它其实最后的方法呢是就比较简单了,但是是一道非常规的书题目 可能第一次拿到的话,像我一样拿到的话稍微卡了一下,想清楚之后的话就是不难了 那好,我们再讲听见,还是不要忘记关注我们频道,订阅之后打小铃铛,接受我资金通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说有两个玩家在玩一个这个term-based game,回合游戏在一个Binary Tree上面玩 那么你有一个root节点,然后这个数的那个node呢一共有n个,然后n的话是一个奇数 就是确保,这个就是告诉你至少其中一个人一定会赢啊 每个node的话有一个value,distinct value1到n,但是它的顺序是不确定的 然后呢第一个玩家他可以选择一个节点x,那么第二个玩家选了一个节点y,那么x和y不能相同 然后的话第一个玩家把这个他选中的这个节点呃,染成红色,那么第二个玩家的话染成蓝色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个人可以轮流的去玩,那玩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呃,是你自己颜色的节点,比如说第一个玩家的话是拿到红色的节点 然后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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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但算是直接了对话,比如说是有最多,那么在这种感觉会赢得出 zijn,那么谁就赢得了游戏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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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是第二个玩家,然后你可以任意选一个why 问你是不是能够赢得游戏啊?如果能够赢得的话,否则的话反合for, tryin得了 哦,呃,看题目描述非常复杂 那么看上去还是一个博弈的一道题目啊,其实并不是那么一模的事情 而且他给的这个样力也有一定的无缺性 那么有这样一个tree 它的节点的话是123456到11 当然这个节点的值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不一定是按这个顺序 那么红色玩家选择了3号 你这时候蓝色玩家的话 他这个样例就说你可以选择2号 你选择2号的话 那么红色玩家他可以控制的节点的话 就是167 这个是最优的一个情况 167他可以控制4个节点 那么蓝色玩家的话可以控制 1234567控制7个节点 所以说蓝色的话一定比红色的要多 而这其实是有一定舞蹈型的 为什么呢 最尤其并不是控制这个节点 而是控制这个节点 1号节点 那么蓝色的话就可以控制这么大一个区域 那么红色的话只能控制3个节点 root的话是一个binary tree 然后n个node value1到n 然后n是基数 然后这数据规模是小于得100 这样的题目 达到手好像一开始没有办法做 那么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利用这个数的性质的话 其实还是发现还是不是难 他这边其实也讲到了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left child right child或parent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强益 那么这个数呢和这个图不一样 这个数呢其实是图的一种特例的 那么它的有什么性质呢 就是你一个节点 你最多只有三条边 三条边呢就是一个是你的parent 一个是你的left child 一个是你的right child 所以说蓝色的节点放置位置 就是在这三个节点中选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假设说这红色不是root 那么它必须必然有一个parent 那么如果说我蓝色节点 占领的这个parent之后 那么红色的节点到parent 以及所有的parent的parent 以及parent的children的话 这个路径全被切断了 就这唯一的一条路径 可以access这么多节点 那么就被切断了 所以说我蓝色放这边的话 我可以控制红色的parent 以及它的parent的parent 以及所有的children 这一块 或者说假设红色的节点 有两个child 两个children 如果说我把蓝色的 放在它的left child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 我红色的节点到 左指数的所有的路径 全被切断了 一共就一条边 也就意味着我蓝色的话 我可以控制所有的 这样一个左指数节点 同样的话 我如果放在right child的话 那么我可以控制所有的 右指数节点 那么这个问题最后就看 谁能够占领的节点多 那么假设 这个 这个蓝色的是以这种贪心的方法 最优化它能够获得节点数量 那么它一定放在这三个节点中的 其中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统计 left child和right child 一共有多少个节点 以及 我这个红色的 以及就是这部分的 红色所控制的节点之外的 这些节点 一共有多少个 那么我在这三个中取一个最大值 如果这个最大值大于 n除以2的话 那就表示说 我蓝色能够控制多数的节点 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最后的三个 三个这个 我能控制的区域的节点数量的话 是size left 或者是size right size r 或者说是用 n-去 1 加上l 加上r 就是红色能够控制的 包含它自己 以及所有的 这个subtree中的节点数量 再由n去减 那么就是剩下的这部分的数量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 如果说我蓝色去 这个1号节点 那么红色的话 它实际控制的范围是三个节点 那么我知道总数是11 所以说我是11-去3 我蓝色就可以控制八个节点 那么就是大于你这个 n除以2 那么就是一定是赢的游戏了 那好 那么如果想到这一步的话 通过就是说观察 你红色 把红色所有的相关路径切断之后 那么红色所能够控制的范围 就最小化了 那么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达 那么好 我们看一下代码 然后代码就不是特别难了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辅助函数去求解 每一个节点它的这样一个 求准的这个数量 那么我们第一规的方法来求 用nose来返回这个root的节点数量 同时的话 我们希望记录这个x节点 就是我红色的这个节点 它的左指数和右指数数量 那么我们用l和r这两个member来记录它 如果root为空的话 返回0表示没有元素 然后我第一规求解 左指数和右指数 那么如果root value等于x的话 那就是我红色的节点 那么我把这个左指数和右指数 右指数的这个节点数量存下来 然后我return1加上l加r 就是我整个这个root的这样一个总数 包含自己和左右指数的和 那么然后在调用的时候的话 我先便利一下root 把所有的 就是我去获得了左右指数 红色的元素的左右指数的个数 那么这个p的话 就是我 就是走红色的元素的 这个parent 那当然红色元素 有可能是根节点 那么根节点的话 那么这个1加上l加r的话 就是等于n 那么p就等于0 不然的话 然后我用总的元素n减去红色的 它的这样一个 它和它的所有的trojan的这个元素的和 那么得到我parent的 就是这个区域的p的这个元素的个数 然后我在这三个中取一个最大值 p然后l和r 就是我蓝色可能的最优的控制的范围 那么如果这个元素的 这个值大于n2的话 那么就是我蓝色能够获得多数 那么就能赢得游戏 这样的题目 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做的题目 就是它和你之前常规见到的一些tree的题目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你还是使用这个地规的方法去求解这个元素的个数 求解完之后的话 再利用这个数的性质来判断你是不是最后能够赢得游戏 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题目 但没做过的话可以做一下 数据规模其实不大 那么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迷惑性 可能想动态规划还是想这个BFS 或者怎么样 其实都不是 最后还是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地规 然后就是用一个规定的方法来 就是找一个自由节点 然后选一个自由节点去取 那好之后题目就讲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评论 关注 如果想讲到什么话也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我是花花 拜拜